要止絕怒氣 當止絕怒氣,離氣憤怒 必要心懷不平,以智作惡 詩篇三十七篇八節 使人和睦的主 我們城中的居民很容易在爭拗與碰撞 或是在言語的衝突中 就會發生打鬥場面 有時甚至一發不可收拾 卻主致我們有柔和的心 叫世人能夠凡事停一停上一上 免得鑄成大錯 主耶穌說,感謝你來到世間 讓我們認識了你 又知道主遙少了我們 像我們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們都應該要學習遙書人 因為我們都是一群得到主的憐憫 蒙上帝赦罪的人 主耶穌說,我們要學習一個新的生命 要認識美善 對於一切思念裡的暴力和傾向都要棄絕 求主幫助我們 不會容養自己的怒氣毫無保留地發色在別人身上 更不會容養怨氣沖濕自己的心境 免得我們一剎那間犯了不可彌補的罪惡 一生後悔莫及 求主賜我們一個自我約束的心 有能力止絕怒氣、離氣憤怒 好見我們都以作智慧之旨 遠離一切如往的思想 以及傷害別人的行為 求主帶領一切 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 阿摩 阿摩